3月17号花莲县卓西乡发现死亡的台湾黑熊 经林物局花莲领馆处围请农委会家处卫生实验所进行尸体解剖后 研判母熊生前可能因不明原因从高处坠落 在重伤的情况下再遭其他动物咬伤 排除枪杀的可能 3月份卓西乡南岸部落发现已经死亡的黑熊 现场血气斑斑 并且伤口出现在下腹 当然议论纷纷 都在讨论有可能是人为枪伤导致 就在4月7号黑熊死因出炉了 林管柱表示排除人为枪伤 研判是在陡峭处滑落坠落 去撞击右胸造成撕裂内出血 虚弱的情形下受到其他动物的啃咬腹部 内脏跟肠子不见了 这两个是造成他们重伤死亡的两个原因 那也同时经过解剖头部跟其他部位 并没有看到有枪伤的这个痕迹 另外也针对这支母熊乳腺发达进一步说明 乳腺的部分已经算是后期 经过解剖发现 小黑熊差不多已经离路 乳房的乳液已经是退缩了 所以他也没有怀孕 这件再加上我们事后 1月发现以后就去做监测 影像监测跟人员扩大的巡顾 截至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影像跟发现 所以我们日后还是会持续的来做寻守 部落的居民对于黑熊的死相当难过 第一时间用手点米酒撒向空中 向黑熊的灵魂致印 领管处说 由于小黑熊已经是离路状态 呼吁山友或是部落的族人 如果有看到疑似黑熊踪跡 请立即通报 以维护兵为野生动物的族群勇士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